阴晶的旋刃带被释放之后呢 阴晶呢就会往前延长 一般的话呢 像技术好一点的明尿科医生啊 会给那些阴晶受过外伤的人呢 做这种手术 让自己阴晶会更长 但是呢会有一个弊端 就是阴晶旋刃带被释放了的话呢 阴晶虽然会变长 但是呢 勃起呢就会出现问题 有时候可能看起来 虽然勃起了 但看起来呢 它是搭拉着头的 好像没有勃起一样 所以虽然我们不建议大家 去做阴晶旋刃带的释放手术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手动的技巧练习 和一些日常的练习 让我们的阴晶旋刃带 能够最大限度的延伸 也就能够让你的鸡鸡 能够最大限度的变长了 想要知道如何让自己的鸡鸡 变得又长又大吗 那就添加我们的微信吧